台湾乐团五月天和目前如火如荼进行中的台湾总统选举居然扯在一块 五月天的假唱风波早前闹得沸沸扬扬 如今西方媒体却爆出 这是中国政府在背后施压五月天表态的阴谋论 宣称中方要五月天在台湾选举前发表亲中言论 一举成为台湾目前最火热的选举话题 西方媒体路透社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几乎同一时间在昨天引述一份台湾的安全情报 宣称中国政府要求五月天公开表态 认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并协助中国在台湾的宣传 目的是想借着五月天在明年1月13号的台湾选举之前 影响台湾年轻人的投票意向 那如果不配合就会付出代价 匿名消息指出五月天并没有答应政治服务的要求 最报导引述的所谓两位台湾官员的说法 中国政府早前就用假唱事件和网民质疑等等的方法 向五月天施压 这场选举只剩下两个星期 三位总统候选人也抓紧客体拉票 立营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呼吁在野阵营同声谴责 要求中国不要再介入台湾民主事宜 蓝营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则认为 相关报导并没有获得中国官方的证实 那如果属实将会严厉谴责 因为中国不应该逼迫音乐人发表政治立场 而且音乐艺术不应该受到政治干扰 而白衣民众党总统候选人 大马民众可能相对熟悉的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则是这样简短回应 今天外传中共施压台湾的五月天乐团 要他们发表亲中的言论 如果属实 我们就必须严厉谴责 那如果消息是真的 就要严厉谴责 这种政治说辞 比如说是候选人 相信老百姓也能倒背如流啊 而针对外国媒体这一番指控 中国的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言辞否认 痛批报导是彻头彻尾的假消息 所谓的中国向五月天施压 也完全是自食乌有 他宣称 这些都是民进党在蓄意制造谣言 是阴险恶毒的政治操弄 而台湾风传媒则在一篇社论点评中 直指这个一遭施压的报导荒唐 至于外媒报导中的情报来源的可靠性 报导来源是一份台湾国家安全备忘录 而发表看法的是两名不具名的台湾安全官员 但路透社和CNN都表明 无法查核这份情资的真实和准确性 评论直指报导是蔡英文政府出口转内销的典型案例 符合民进党设定中英国介入选举的内宣任之战 评论也指出 接下来无论五月天回应与否 都会得罪中国政府 但如果五月天选择两耳不闻政治是不回应的话 这件事情大选之后就没人理了 那么未来台湾人可能会对所谓的中国介入选举的事情越来越麻痹 要是真的有一天狼来了也不会有人有感 其实每每选举都难免爆出类似一人卷入选举的政治风波 八年前是韩团TWICE的台湾成员周子瑜 那如今是五月天 你又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交流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 也记得like and share 也要持续关注热地Hospot 一起关心国内外的大小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